Coco早餐 平心而论 时间是 我们只剩两分钟 所以要很快的请教你 认为柯文哲 今天可以渡过难关吗 还是很辛苦 当然还是 第一个 你的代际权的事情 并没有了 他只是请假而已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你碰到碰到了 这样的争端的时候 你这只是一个 给人家感觉只是在拖延 在拖延跟闪躲 第二个就是 我想柯P是比较大的问题 大家都慢慢都看到了 就是说他的那种快言 快人快语 在选举的时候 固然充满了选举的效应 可是他现在是执政者 执政者在很多的事情 在还没有 我们想说执政者 要谋定而后动 你没有谋定而后动的话 可是你的话都先出来 或者是出来以后 又都是快人快语 比方说他昨天提到 把街友 让人家认为说 街友跟流浪狗 好像在他心目中 是等号一样 这种的语言一直出来 其实是拖累 他的整个的施政的效率 所以我觉得 他要过这个关不容易 那谨言慎行 他比较难了 因为他的个性 他的个性 跟他的整个人的习惯 但是他要想办法 在消毒这一块 上他做的反应做快一点 他今天去议会 然后两党都说 他应该在议会里道歉 为他太古之急道歉 我觉得这个公开道歉 也没有什么 也不是难事 因为你在议会里面 有这样子的话 你当然在议会里面 代表人民 因为他是所谓议会殿堂 那他昨天的流浪狗的 那个说法也很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不要乱喂他 然后否则他就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就是说你这一比喻 那你晓得就说 就说人会 人会怎么去想一件事情的联想 那他竟然给大家看到的是 他想到的是 是街友 我觉得科别的想法 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有一天人家问他说 你是不是断尾求生 结果他说我不是庇护 你说人家问你的话 你会这样答吗 不太会吗 对不对 所以他的答复 真的跟我们不同 他是有他非常独特的 思维的方式 非常独特的思维方式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 你知道的 有时候充满了乐趣 但是有时候充满了风水 对他来讲 人跟狗其实也一样 反正都是动物 都是生命 就像他说 他吃便当跟吃美食 也是一样 你这样替他解释 就有风险了 我不是帮他 我没有帮他解释 我只是说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 他一定就是这种人 男跟女的不一样 他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想到只是说 SOP 他想到都是SOP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平心而论 时间是8点33分 18秒 今天柯文哲市长 他要进议会 那他这个最新的 就是流浪狗跟游民的 这个说法 又要被呛了 那到司议会 他今天会有什么表现呢 大家来观察 不过那就是他的风格 他现在 现在他跟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关系 很很怪 就是说 国民党当然非常痛恨他 因为打他就可以打到 打到蔡英文 就可以打到 就是把那个 把那一股 让国民党 一一二九大叔的 这种氛围给 呛掉 可是你在台北市 呛他 你在中南部 就把他的名气 打起来 他现在中南部的 按TVBS 民调 那个声望调查案高 第二就是说 你这样打他 那民党又不帮他忙 所以就显得说 好像民党对他也有一点 前一阵不是有所谓 为科吗 有没有 后来蔡主席否认了 你怎么看 一一二六之后 一一六之后 会不会变成 柯文哲跟民进党的 政治人物之间的较劲 我觉得 一一六之后呢 就是 如果蔡英文 顺利的都赢得 中央执政权的话 那我认为了 柯P会是他将来 在处理 他的这个领导风格的时候 一个蛮重要的 观察的指标 我用指标 就是比较中性了 意思就是说 因为 在不同党的情况之下 首都的市长 跟中央之间 一定是威尔卿 威尔卿 威尔卿效应 这跑不掉的 那高雄的城局 基本上看起来 他跟蔡英文的关系 是保持的很好的 所以高雄不成为问题 台南的赖清德 虽然称为赖神 这个过去呢 一段时间 大家也在揣测 他背后的新潮流 支持的赖清德 会不会跟蔡英文之间 有一些局域 可是我觉得赖清德 现在因为 一连串的这个 登革尔的事件 对他是有伤害的 也就是说 他大概也不太可能 要在短期之内 能够摆脱登革尔的困扰 那所以我认为 到时候真正 有叶尔卿效应的 应该就是台北的柯文哲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柯文哲跟蔡英文 未来的关系 是值得观察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柯文哲会变成 这个直逼蔡英文的 叶尔卿 最有最有这个实力的 问题是 他的叶尔卿效应 会让蔡主席 当总统很困难吗 好 就是两个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他有绿的背景 所以通常来讲 他们之间默契 是应该有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就是以这个 柯文哲 在最近在出席 这个两次双层论坛的时候 你看他在所谓的 两岸议题上面的 这种调整来看的话 柯文哲他有两个部分 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 他很明显的 他有现实主义的倾向 所以现实主义倾向 就是说他会 以一个实力 实物 有利 实质的东西 作为他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会比蔡英文 有弹性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的背后 有一股力量 要拱他 将来能够超越蓝绿 把白色的力量 继续推到中央的 执政的可能性的话 那他也是必要能够再 展现出 他能够游走 两蓝绿之间的 这个空间 那如果他 如果他能够游走 蓝绿之间的空间的话 两岸的议题 他就显然是 他非常容易操作的地方 那这点上 他会比蔡英文有弹性 因为蔡英文 还有深绿的部分 在撤走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 两岸议题上 他会不会到时候 跟中央唱一些反调 或跟民进党执政的中央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的立场 或者那个主旋律上 会有落差 这都会值得观察 是 现在看起来 北京是 有点用柯文哲来平衡 他们对蔡英文的不安 对不对 很明显 很明显 而柯文哲也很乐意 对 就因为如此 就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就因为柯文哲 是一个露出了自己 是一个可以调整的 两岸一家亲 这个话过去在民进党里面 谁会讲 对不对 两岸一家亲 他不是说两成一家亲 他说两岸一家亲 老共是一个非常敏感 对于两岸一体 非常敏感的 两岸一家亲 应该是双方协调过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就意味着柯文哲 可是这个话 你要让蔡英文来讲 她作为一个总统的高度的话 她可能就很难了 所以我才说 柯文哲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在那边继续的玩耍 那在这个继续玩耍的 分量里面 她就有机会 但是话说回来了 就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说北部 对她的失言风波 一再的有打压的动作的话 南部 对她的声望拉高的话 那同样的矛盾也会出来 哇 这个对赖清德 林佳龙 都有 这些新生代 中生代 都有影响 再加上两岸的议题上 我们刚刚讲过的 但两岸议题 对中南部的支持他的人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 不同的感受 这也会 所以我才说 柯P其实是在 踩平衡感 踩一个翘翘板 你知道民进党 对他就是又爱又恨 因为他 他这样被 被国民党打 然后他那个 欧阶桑那个形象 在中南部是有魅力的 他的魅力绝对大于 本土魅力 赖清德跟 赖清德给他感觉 会有一点距离 距离感比较重 因为赖清德有点 就是精英分子 对他本身的精英形象 比较明显 林佳龙也是 因为林佳龙有博士学位 林佳龙也给人家 精英分子的感觉 所以你看看 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的欧基上 柯文哲在中南部 发挥魅力 然后他在多位地区 他又有所谓的 白色力量 对不对 他又 然后他又两岸一家庆 多位地区又 他在网路上面的网均 对他网路没话讲 他网路到现在 还是最高的支持度 对 所以他这个多方的 这种夹击 其实民进党人 戒胜恐惧是应该的 那现在就看结果 1月16号的选举 因为他有帮很多人站台 对不对 对 而且他那个站台 站的到处 真的是劈腿劈很凶 民国党的徐信仪 他帮忙站台 他帮民国党站台 他也帮纪国栋站台 他帮洪齐勇站台 黄国昌站台 他那个 可是他还帮柯建民站台 所以这个柯P 这个样子 就是说对选民来讲 他是打破蓝绿 让台湾从蓝绿的对立 走到一个比较选人不选党的 一个趋势 还是说他会强化蓝绿对立 你知道我的问题的前提吗 对不对 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很怕他之后 会不会强化对立 然后两边一拉 然后把他给拉死 我觉得这还很难说 比方说你刚才 我很难说 对 比方说你刚才讲 他在站台这个名单来看的话 就是说他也会出现一个 你晓得他会 他当他的 要把他力量逐渐扩大的时候 你晓得扩大本身 就是意味着一种 魅俗吗 因为如果你要扩大 你的影响力 你就有很多很多的议题 你就必须要慢慢的考量 我的立场是不是可以这么鲜明 比如说好了 你如果完全考虑到网军的立场 网军的立场的话 那你对某一些议题 你就可以辛辣嘛 可是问题是 你要考虑到中产阶级的态度 对不对 那你就你就发现到这个 太过度辛辣 对中产阶级来讲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了 好那你如果要考虑到 某一些品位的辛辣 那你就会考虑到 那些品位比较含蓄的 比较醇厚的 那股力量 你就没办法顾及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他的影响力 想要扩大的时候 就像刚才你举的那些 他站台的力量 他站台那些 那些立委的参选人一样 那有一些很明显的是 形象上是有争议的 对不对 那这种形象上有争议的时候 你又愿意去加战的时候 别人就会认为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那你到底所谓的白色力量 是指什么 所以我对于说 他也有他的风险 你讲有一些是谁 那我想就 比如说政党的色彩很鲜明的 或者是 或者在立法院里面 对有争议的 那这种原因就会影响到他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扰 让我身为一个评论者 这个关于柯建明的 其实我们讲的是柯建明 第一 他的政党 所谓的国会的协商制度 那为他们辩护的人说 这个是1999年 民国88年的时候就有 那时候刘僧凡做院长 那王金平做副院长的时候就有 但王金平把他发扬光大 那他们的赞成的人解释说 这个政党协商都有各个党团 然后提案的委员都要到现场去 然后有一天还有一个 比较支持柯建明的一个 我的就是等于名嘴朋友就问我说 柯建明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你们要这样子批评他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有好几个人写一个 写line给我说 如果柯建明跟邱显志 两个人不想办法 这个协调出一个候选人 那新竹就会被国民党拿去 那我说那又怎样 你知道我们是旁观的人的立场 那而且现在蔡仁坚去支持邱显志 那蔡仁坚在上次选举的时候 市长他拿了四万票 对不对 那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选民们 如果要用这个方式来说服选民 连柯文哲都被这样说服的话 那我们怎么看柯文哲 进一段广告好吧 这个其实我还蛮困扰的 因为不同的说法里面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去让选民做抉择 你为什么会担心说 这个分裂会让 分裂也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所以现在邱显志 黄国昌这些时代力量 这些人就很惨 你知道吗 他们一方面 他们年轻在选举上面 应该让他们有出头 另外一方面又说 你破坏率的团结 你破坏民进党过半 因为民党过半才可以打死国民党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看 这个民主不是那么的 一刀两切的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视频 马上回来 到底立法院的政党协商 密室协商有没有罪 王金平跟柯建梅两个人 该不该声讨 好我们来看嘛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 这些政治上的这些前提 所造成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刚刚其实讲柯文哲 他帮很多人站台 其中有争议的 当然是以柯建民为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的白色的力量 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含义 如果那个白色的力量 是意味着一种 真的超越蓝绿的话 那你在某一些站台的人物上 就会让大家质疑说 那这算白色的力量吗 还是说你纯粹只是个人的交情了 那你刚刚提到柯建民 我觉得柯建民的问题 倒不是说他自己在做一个立委上面的 比如说乔氏或者是很多的 我觉得那个做一个党编 大概也说要付出来代价 你要知道做党编的人 做党编的人或做党工人 有时候就很难有一个非常亲民的形象 这是跑不掉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不能怪罪他 我觉得他比较大的问题 可能还是在于说 第一个任期太久了 你晓得任期太久了 他相对于时代的力量 这些年轻的挑战者的时候 他难免就会显出老态 我所谓老态是包括年龄上的老态 也包括整个形象上的老态 这是他们要有的压力了 但是他应该要借近一下在国外 你看美国参议员的很多选区 很多是终身连任 那终身连任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样能够终身连任 我觉得当然就要让地方上感觉到说 你对我们的关照 利益的关照 对我们这个选区的照顾等等 都要能够做得起来 我觉得这是对柯建民的挑战 柯建民如果过了这一关 就很像当时我们也认为说 王金平院长应该回地方去选举 是一样的道理 你回去能够过这一关 你的政治生涯 即使是到了70岁 你还能往上走 你还能继续往上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朝野协商这个问题 的确当初有当初的背景 现在有现在的被检讨的环境因素 那终究证明了一点 就是没有一个制度是永远完美的 这也是回过头来 我们好我们也许可以说 再倒打一下这个批评一下这个政府 就是说你在开始前七年的时候你的想法 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到了中间其中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着调整 你原来的想法 人民是不是觉得已经听够了 想要听新的 我觉得马政府的缺点就可能也在于说 他一直没有注意到 你原来讲的东西 你会觉得说 我都没有违背我原来的承诺 可是问题是选民的要求不一样了 那这个选民要求不一样 会跟着时间再慢慢改变 朝野协商当时的构想是说 让那个小党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 可他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一种绑架了 就所有的主流的声音 很可能就被那个小党三个人的党团就被卡死了 朝野协商就搞一个月 就要搞一个月 朝野协商时间太长 对对 每一次都要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有可能可以利用这机会 大家一起拿出来 比如说时代力量要挑战科P 那或者有人要挑战王继平院长 那很好 那告诉我们说 那你认为这种朝野协商的模式该怎么改 我请教你这个视频 现在有个趋势蛮奇怪诡异的 就是说国民党还要拱王金平继续做部分区 然后柯建民尽量要压缩时代力量对他的冲击 而且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想办法让柯建民当上这个区域立委 感觉上好像这个维系王科体制的这种氛围很强 这是怎么回事 我应该这样讲吧 你所谓的维系王科体制应该是拆开来看 就民营党有民营党的考量 那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考量 国民党的考量很清楚 如果你要让王金平能够认真的投入这个总统大选 那你就要给他一个位置 否则的话像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是没有 不给他位置 那你要让他能够团结选 团结支持 这很难 虽然我认为 我认为国民党如果让王金平 真正担任不分区的第一名的话 而且破例的话这也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的 我也认为 但是现在国民党是一个困局 他如果不给王金平 他就很难号召说国民党的团结 但是他如果给了王金平将来后遗症也很大 所以他是在一个难题上 那民营党的难题是在哪里 民营党难题是 你党主席竟然理让了时代力量第三势力 结果没想到第三势力回过头来 还挖你的墙角 在自己的有民营党提名的选区里面 自己也提名人 这也是我想也让蔡英文有点点措所不及 当然这个时代力量或说这些学生会觉得说 去年的那种板块转移的氛围 其实是靠年轻世代 不是你民进党 你民进党不过就是在学院的时候 没有帮忙把警察引进来而已 那我也有人告诉我说 柯建民继续留在立法院最大的功能 是要让蔡英文执政之后所碰到的困顿 由这个腰杆比较软 然后政治技术比较强的柯建民来帮忙 在国会里面来排除困难 这是一个说词 资深党编 资深党编本来就有这个好处 资深党编就是有这个好处 比方说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你反面思考的话 马英九的对于立法院的影响 一直很困难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对于王金平这一关 他搞不定 他后来就是中用林医师 你记不记得 去看王金平 结果林医师没选上 但是不够 但是也不够 没选上 对 你想没错 就是说这个力量 那或者是像你说像拉拔了洪秀柱 可洪秀柱在立法院里面的备份 资历 他还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磨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蔡英文要仰靠未来的这个大党边 柯建民 那他的实际的反面例子就是 马英九手伸不到立法院去 有王金平挡在那 这是同样道理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蔡英文总 就是说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民党人 因为总统选举大概稳超胜卷 所以现在有点胃口比较大一点 希望国会也可以过半 然后完全执政 横扫这个国民党 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用这种方式把其他的这些争议 什么暂时放一边 这种诉求 我认为 我觉得年轻的选民不太接受 你想这个 我们再回头想 我刚刚不讲了 柯P白色力量一样吗 就是当你要扩大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一定是魅俗的 这是跑不掉的 对不对 只有阳春白雪 他才可能坚守一定的品位 当你要扩大的时候 他一定是魅俗 那魅俗就是说 那我要扩大我的影响力 我就必须要把有一点点争议的东西 都得包含他 容纳他 对不对 你讲 对我们剩一分钟 就2008年 大家为了要打倒城水边 就无限 无上纲的支持 马英九 现在是因为要打倒国民党 就无上纲的支持民进党吗 矛盾总在 分手总在相恋以后 就是误解总在 认识总在相恋以后 这个我经验是比较 还是差一点 我觉得你比我多 我们年龄轻的人还是差一点 不必辩解了 还是20秒 来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观察民进党 当民进党想要国会过半的时候 他将来的某种 掏他挖他墙角的力量 就等于在现在开始 就已经慢慢的 再已经延伸出来了 好 非常谢谢这个视频 帮我们所做的这个分析 特别是柯P的角色 民进党的角色 还有一些当事人的角色 跟社会的氛围 下礼拜我们再来看看 1月16号 明年以后 国民党人要争取党主席 各有算盘 所谓连战防线等等 这个我们将来继续来 深入聊咯 谢谢 谢谢视频 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